爸媽帶著女兒加上肚子裡懷胎9個月 一家4口到宜蘭住飯店 但晚餐時短 3歲女兒被困在廁所 施發在2月21號晚上8點半 吃完飯店自助餐 女童想上廁所 由爸爸帶她去在外頭等 門微微合上沒上鎖 但卻卡住 害女童受困10分鐘 當下很緊張嘛 我跟她說不要怕 爸爸媽媽都在外面 算蠻冷定 她也沒有哭也沒有鬧 我們有一直提醒她 請她小心不要靠近門 家長心急爸爸第一時間找櫃台求救 說小孩被困在廁所 但對方卻回燒等一下 先幫其他人結完帳 才通知維修處理 飯店的房間也是拉門的設計 怕再次發生這種事情 我真的不可能就生出來了 小朋友跟我講說 媽媽你要小心被廁所關住 但她心痛就是已經有一個 會害怕了 會有陰影 媽媽說希望親子飯店 要重視安全和員工訓練 對此飯店回應 有給補償及關心和致歉 全面檢修公用廁所及客房內門鎖 確保安心使用 而人工不積極 言辭不合一 也會加強教育訓練 另外有其他人分享類似經驗 住韓國飯店一樣是拉門式卡住 至今有陰影 去廁所都帶手機 也有人小時候被關速時 電廁所到現在還會怕 像這樣的上軌道 橫拉門 多用在親子或殘障廁所 下方平整方便娃娃車輪椅進出 但平常要定期巡視上游 浴室或是公共空間有些地方比較潮濕 導致上面五金可能久了 它有生鏽或是有一點變形 師傅說天花板五金要負擔門片重量 用久了可能會卡卡 如果真的受困可以慢慢搖晃 鬆開軌道五金 但如果真的出不來 還是要趕緊通報請人處理 TVBS新聞區我們講話 終於差不多